LIFE文化 Hello 大家好 很歡迎大家今天參與LIFE文化的LUNCHTIME SPA 今天的主題就是廣東歌製作的前世今生 很高興請來資深音樂總監趙真希先生 來和我們分享 以及兩位獨立音樂人分別是Rachel和Don 會帶來音樂的表演 就是他們自創的廣東歌 首先請Rachel為我們帶來她的演出 如一粒沙可以聚他 零星的火可以煙片方圓 誰死的花可以綻放 請時內每日每日過生活的同空極暗淡 若高別昨日卻無法與明天何會飛 而我在夜地裡望向星夜閃亮 極燦難 卻永不久 仍然懼怕夜晚 黎明味道不知返 能忘掉趁機幻想自由嗎 抬頭把看穿夜晚 仍然想有一對耳眼的光中微深 即使失望六婆 要等著你 繼續 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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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烟花于街角盛放 人间的黑色重乱舞蝶狂 如风烟于家里照光 城市内每日每日过生活的同空 几暗淡 若高别作业却无法与明天 何会飞 而我在野地旅望向盛夜闪着光 极灿难 却永不及 仍然怕黑夜晚 黎明味道不自发 能忘掉曾经幻想自由吗 抬头把汗穿夜晚 仍然想有一度欲颜的光 统统未闪 统是长路极远 Carrie on in the dawn There is light in the dawn Carrie on in the dawn Carrie on in the dawn There is light right inside 仍然怕黑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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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menu There is light right inside I'm right inside ciągle 歌詞曲 李宗盛 很感謝Rachel幫我們演奏了自己創作的光源 Rachel是我LCSD大台主音樂先導計劃大專的其中一個參與者 我們現在的計劃仍然存在 我們11月會有個表演 到時如果有興趣來看她唱歌的話 可以再來個讚她的 你有沒有IG之類的 自己宣傳一下 大家看到Rachel 會看到她的Instagram 今天就是我就是趙真希 首先很感謝Zoe 很感謝浸大請我來這裡跟大家分享 廣東歌到底什麼所謂前世今生 我其實很簡單的介紹一下自己 我自己做了廣東音樂幾十年 這個歌其實對我來說 以前叫做大專會堂 是有很多很多回憶 因為我自己中學的時候 就在這裏組樂隊長大 在這裏表演過無數多次 自己搞了聯校的音樂會 這裏來到這個歌我自己是非常震動 自己也有一點 講回廣東歌到底 我自己一畢業之後就入了行 開始在唱片公司做 到底以前的製作 我今天想說什麼為之前世今生就是 以前做廣東歌到底是怎樣 整個製作流程是怎樣 這個音樂工業到底是由 以前到底我入行三十年前是怎樣 還有現在到底有個變化是怎樣 將來又可以是怎樣 為什麼我會有個大台主義的先導計劃 有剛才好像Rachel這樣的參與者 現在我就開始講解一下 我會有一個PowerPoint一起行 其實音樂製作 以前和現在沒有變的東西 就是我們都是有音樂製作的部分 其實分開三個部分 製作、宣傳和銷售 這三個基本上是整個音樂工業的 那三範的東西就是這三樣 那我不如說一下以前 到底做一個製作是怎樣 以前大家看到第一個Flip 這個就是以前做音樂 其實是全部東西我們都叫做Live彈 我們是要在這間專業的錄音室 有些革音設備 大家會看到一張照片上面 就有兩張 除了一張唱片中間黑膠 我們做出來就是做黑膠 那旁邊就是我們的錄音器材 那那個有個Look 有很多個標 上面那張照片 其實就是我們以前以為是錄音的錄音機 那個錄音機就是 我們叫做Analog帶 它是用磁力 來把我們的音頻 變成為一些 用磁力的方法 就儲存在柄池帶 那一柄帶 你會看到那個圓形 它是兩寸闊的 那這柄兩寸闊的帶 可以吵到二十四軌 我們叫做二十四條Track 其實這個二十四Track 已經是進步得很厲害 最初音樂製作是由兩條Track 兩條Track 我們全部都是Live 一次過做完 去到我入行的年代 已經可以分開一些東西錄 因為你有二十四條Track 那你就可以 譬如我這次就錄鋼琴、鼓、Bass、吉他 我們叫做一個Rhythm Session 通常是一首歌的Foundation 我們錄完那四個 要找四個不同的人回來 然後就有一個錄音師 就是在下... 你看到那張... 上面那部就是錄音機 下面那部就是錄音師 那個控制台 就是整個... 先看看 應該怎麼說呢 那個尺寸是... 你可以坐四個人在前面的 那四個人都很鬆動的 那就是... 很多按鈕 好像飛機Panel 就是好像駕駛飛機 那他們就... 在那裡控制每一個樂器 每一個樂器的大小聲 他們... 我們想它的聲音 就是... 用EQ 就是用一些... Equalizer 怎樣去調整它 那他們的 input 多大 那以前每一個這樣的位置 就是錄音師好 樂手好 都是一個... 人來的 是一個專... 就是需要一個專業 就是你... 沒有學過的話 你根本坐不到在那裡彈 因為... 其實我們錄音是一剔過 全部的東西 很少說會... 會中間再噴穿啊 那... 因為... 以前錄音全部都是Live 我們用麥克風來摘 就是... 譬如鋼琴和鼓一起錄 那你會想像 那套鼓可能會收到少少鋼琴聲 鋼琴又會收到少少鼓聲 所以你不能補的 你不可以說 我錄完琴 一起錄完之後 我錄完琴 我想彈回那一段 是不行的 你要是全部... 即是你是淚街坊的 會全部一起陪你彈過了 是要... 那這個就是以前我們的製作 就是... 各個位都需要是一個很... 就是... 要是... 真是一個... 好... 即是很出色的... 就是Pro 才可以坐進去彈 或者坐進去錄音 以至歌手也是 那... 你雖然說有24條Track 到底... 歌手... 好像有很多條Track 可以唱歌 其實不是的 因為我們錄音樂 通常已經錄了23條 那歌手呢 只有一個Track唱歌 那一個Track唱歌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等於你... 好像在Live表演一次這樣 基本上跟Live表演一次沒有分別的 那時候在錄音室錄音 那個歌手如果是... 不能夠好像唱Live那麼厲害 你根本就不能進入錄音室唱歌 因為... 你要想像我們這部機 所謂Analog 最大最大跟Digital的分別 就是沒有Undo這件事的 即是你不可以... 即是沒有一個Button叫Undo command Z 即是我們在一個Keyboard那裡 是沒有這個按鈕的 那... 你唱... 唱得不好 你一... 就永遠沒有了 你之前那件事 所謂一條Track唱歌就是 你一條Track 一定要從頭到尾唱完 最多就是一段段的唱 就不會說一隻隻隻 現在可以唱一百條Track 然後剪一個Vocal 真的不可能發生 以前所以... 做一隻歌 需要每一個崗位那個... 這個professional 的standard 是...比現在 我想是高很多 因為... 你沒有... 每個人都是要... 一踢過 那樣子 所有東西都是 那... 又因為是這樣 要 involve 這麼多人的關係 那... 變成了那個製作費 其實就非常不菲 即是我們那時候 做一隻碟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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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這隻碟 好啦 那製作費 我當你過到關 那第二樣就是 Marketing Marketing就更難 以前的... 我們那個... 最初做音樂的年代 就只有兩個渠道 基本上 大家看到了 在那個Flip那裡 那兩個渠道就是 電台、電視台 沒有啦 講完 那... 因為我那個年代 入行那個年代 沒有Internet 所以沒有所謂線上 就是沒有Instagram 沒有電郵 那時候我們 就是傳東西出去 最快的東西叫Fax 那就是 將一個文件... 我想現在Fax機都不... 大家未必知道是什麼東西 就是將一個文件 就好像一個scanner 這樣scan了 然後在對方那裏 就要出一張實體紙出來 可能有些人都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 講回就是 我們以前的宣傳渠道就是 電台、電視台 你... 如果這些電台、電視台 就只有唱片公司 你才可以去得到 你就是... 隨便公司有個 Marketing Team 在那裏 將他們的... 譬如我錄了一個Single 那我就... 去行台 那他們是會印一批 就是... 他們未必會整隻碟 十隻歌 做好了才去做宣傳的 那我們就會... 就是... 選了一隻 其中一隻... 這隻歌我們想Plug的 那會做了一隻 叫做白板碟 就是Single 一隻... 就是你印這隻碟 又是另外一筆錢 然後就... 會印一百幾十隻 是整隊... 就是要一兩個人 去拿著這些碟 去派台 所謂 就是逐個 上去電台 逐個DJ 跟他們打招呼 然後叫他們去播 然後跟他們去... 就是一個... 人際關係網絡的建立 基本上 那電台走完 那... 電台有三個 電台... 香港電台 商業電台 那時候... 我忘記了 然後電台 就是亞洲電視 TVB 那時候就是... 你要走完... 起碼走完這四個地方 那... 你... 如果沒有這個 通知的話 你根本是... 沒有辦法令到人 可以聽到你這首歌 因為... 個個就是... 不是聽收音機 就是看電視 你就是... 只可以收音機 聽到一首新歌的播放 你聽不到一首新歌的播放 你又怎麼會去買那首歌呢 那... 所以... 這個... 那個... 那個... 宣傳渠道 基本上... 是唱片公司... 就是壟斷了 那... 製作... 當你做到... 但這個位置已經卡住了 那... 那... 你沒有賣不去 那麼... 那麼...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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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全部賣實體的貨物 你不是賣黑膠 後期就是CD 早期就是黑膠和Cassette 那些是一塊塊的東西 因為香港賣碟 其實以前每一區都會有些唱片譜 香港18區、19區 但是充滿著這些唱片譜 是幾百間的唱片譜 當你的歌曲很Hit 我想去買 但是你要將你的貨物運到每一間的唱片譜 你才可以賣 而這些商業頻道 也不是唱片公司自己擁有 就是一些大的分銷箱 它是不會理解你的 你叫我幫你賣你的碟 給你十隻賣去理解你 他們說的數量全部是一千幾百 或者是長久的合作夥伴關係 這些是普通人是無法接觸的 總括來說 就是以前我們音樂行業 是幾壟斷的一個行業 是一些唱片公司 就是四大唱片公司 和一兩間 Local華人 就是Under TVB的電視台 唱片公司才能夠生存 無論是投資、宣傳、銷售 都是 但是當時 唱片是賣得很好的 當時 唱片好像印銀紙一樣 有些 當時 很開心的回憶 當時有些很大的唱片公司 他們一年 他們那些優惠是 可以派17個月優惠的 一個月 你出12個月 之後 再另外出17個月的優惠給你 一年出20多個月 那時候唱片業是這麼好的 好了 說完以前的輝煌之後 就來到現在了 那現在到底唱片業又如何呢 那我先說 那個銷售先吧 那我們其實 以前是完全是靠買實體碟 去維持一間唱片公司的運作 那實體碟 但是由2000年 就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那2000年的時候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出現了一件 新科技 叫做MP3 那現在大家都知道 我想每一個電腦裡面都有充斥著MP3 那MP3的影響到底是什麼呢 MP3的影響就是 大家覺得聽歌是不用再付錢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最大的影響 就是令到整個音樂行業 本來是賣實體碟的一個行業 因為沒有人再覺得需要付錢去聽音樂 就一路向下走 那就由2000年一路跌 跌了十幾年 跌了我想十六七年 那銷售是由頂峰跌了60% 就是現在剩下40%的銷售 那大家可想而知 就是一個原本這麼厲害的行業 現在跌到這樣 那到底是 那前景可以是怎樣呢 那我來到這裡 那我就不如說說一下 到底現在做音樂 還有前景到底可以是怎樣呢 那其實因為 因為 也都因為科技進步 除了MP3出現之外 也都開始流行用電腦去做音樂 那其實我想很多人都有嘗試過自己用自己的電話電腦去嘗試創作或者做自己的歌曲 那這個變化呢 如果要用心情去做的話 其實你可以整首歌自己一手一腳做完 那剛才 譬如Rachel 她也有自己去做完 一會兒有另外一個表演者 Don 她也會示範自己全首歌自己做完 到底可以是怎樣的樣子呢 那其實現在變成製作呢 可以由以前一百幾十萬才可以做到一支碟 就變成好像是零元都可以做到一支碟 因為你全部可以自己憑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到 那變成那個門檻就不是說你一定要由唱片公司才行 你可能獨立都可以做到歌曲出來 那Production那邊呢 其實就已經將整個做Production那種專利消滅了 那另外當然你Production可以消滅 那Promotion又怎樣呢 Marketing Marketing其實 現在唱片公司都面對很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其實以前成功的電台電視台 現在基本上是比網絡分駁得很重要 甚至乎是 我可以說即將會是比網絡網絡完全取代都不過 就是這樣說 我覺得是 那因為大部分很多現在獨立的人 他們自己會可以開到頻道 可以自己宣傳自己的歌 他只要堅持這樣去一路做音樂 一路去上載自己的音樂 如果他的音樂夠好的話 有人留意慢慢存到他的Fanbase 其實原來這樣都已經可以做到一個宣傳的效果 而亦都有很多這樣的成功例子 是有很多 愛國有很多 香港亦都有 其實有很多YouTuber 他們亦都是唱歌戲家 亦都是 都做得很成功 他們有幾十萬Fans 有些我見到 那所以 第二個屏障 就是Marketing 其實現在 其實你可以做的事 唱片公司其實贏不了你的 他們社交媒體未必一定可以贏到個人 所以 他們那種專利 其實是被網絡拆除了 這件事 那去到第三樣 好了 到底我能不能賣賣 那樣東西 那我到底可不可以 靠做音樂賺食 那這個去到Sales 那Sales 以前那種另外那種專利 就是說你一定要落到去唱片店賣 那樣東西 其實現在亦都不用了 因為 之前就有download music 那就是 你是有iTunes 可以放iTunes買 那現在就更甚 現在就有streaming的platform streaming的platform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放上去的 只要我一 如果你有興趣 你想知道可以怎樣放上去 你可以email我 我可以告訴你 就是其實很多網站 是直接是 你完全online 就已經可以把自己的歌 幾十塊 就已經可以放上去 所有的streaming platform 就是我們在說KK-box Apple Music Spotify 不是那些人不懂的 是所有通行的streaming platform 而 講到streaming streaming 亦都是一個 令到整個音樂行業 有另外一個轉捩點 那剛才我們就很慘 就是說的sales 由2000年就跌了60% 跌了十幾年 但是在兩年前 streaming 開始流行上來 那時候 streaming是 over-toked了 整個音樂行業的sales 就是它是超越了 physical 就是CD 黑膠 還有剪輯 加上下載音樂 就是iTunes 就是你下載MP3 買歌 然後下載歌 over-toked了這兩個sales 而令到整個音樂行業 是向上的 就是有回增長 有增長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他們 streaming platform 是會派錢 不是派很多 但是你放歌上去 有人聽的話 每人聽一次 他都會派少少錢給你 這個分別是 由之前的人下載MP3 不給錢 就是大家分享 是去到現在 streaming 你因為太便宜了 我subscribe一個月 幾十元 幾十元算是甚麼 一隻碟都不止這個錢 我可以聽甚麼都可以 但是就是 有錢派給你 最大的分別 就是你現在做音樂 它是有錢派給你 而你說派 可以派到多少 到底夠不夠吃 那我就拿了 當然我拿一些 最開心的例子出來說 那就是 這個就是 Ed Sheeran 他去年有一首歌 前年有一首歌叫做 Shape of You 他單單在 在streaming platform 他一年的收入 是超過四千萬 即是港幣 只是streaming platform 還沒計算他表演 他只是這樣 就已經可以 這個當然是 他是Ed Sheeran 那就是Shape of You 很棒 但是我怎樣才能生存到呢 其實原來 我自己計的那條數 大概你一個月 如果你想拿回最低工資 這樣計算 就是萬多元 那怎樣才能有萬多元呢 其實你有 二十多萬 二十多萬 其實你也可以達到 大概有1萬多元 那 這條數 我只是說 你不要挑戰我 因為每個平台都在付不同的錢 就是看你哪個平台比較好 但是有錢才能付 那怎樣才能達到 二十多萬元呢 那其實如果你有 譬如你有十支歌 那你有1萬個粉絲 那他一個月聽兩次而已 將你的碟 那就是20萬元 其實你說是不是很難 如果我喜歡這支歌 我想我一天都聽十次 所以其實現在我自己看到的分別 就是以前是一個很封閉的行業 一個專利了的行業 而來到現在 就是一個開放了的行業 大家都可以 你肯給努力下去 你就可以 達到某程度上的東西 你可以學做音樂 你可以自己推廣自己 你可以賣你的歌 甚至乎你賣得好 可能養活到你自己 那這個就繼而我自己 就是見到有一個這樣的轉變之後 我自己就成立了一個 向前看 我們成立了一個 就是叫做大台主的project 那這個就是剛才 Rachel就是我 就是LCSD大專版的 大台主project的參與者 那接下來 Don呢 就是我自己一個 恆常的大台主project的參與者 那他自己就 他參加了兩年了 三年 兩年 兩三年 那他就在成大畢業的 那他就今天帶了一首自己 完全是我剛才說的那種方法 自己在電腦裡打了 自己唱了的一個獨立製作人 那他也都會 這首是新歌來的 那他還沒放上去 那這次是第一次公演 第一次公演這個版本 那大家就有異幅 可以聽到他這個 就是world premiere 不如叫做 哈哈 那我們歡迎Don és 你 忘了 在 你 我就 我 世界如雪月中快落頭也彼此太堕落 沒有罪也被窄張狂切記抬頭仰望 我又算什麼 無夢我便沒逼向墮落 又夢卻又怕瘋狂 只著誰人心中 怎麼我躲不過 煙花煙烏沖沖 街燈門街在光在光看不見前方 怎麼我躲不過 青春卻是高 即使我說再多再多也不得受挫 青春卻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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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躲過不得再多也不得很遙 青春卻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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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梦 上帝也就快 疯狂 四夜漫漫 晴火 天空 沉默 我不欠着 无法 时代转眼的线一旁 我越雪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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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阿Dorn 我看到有些爱的声音是谁 两个都爱的声音 歌声很美妙 多谢你们的聊天 现在开放给大家看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 问我也可以 问他们两位也可以 问参与的人也可以 我现在的大台主项目 Rachel正在行大专版 但我其实是欢迎任何人随时参加的 这里有一个 因为原本我是中学的 但是有很多不同年纪 不同人生阶段的人 都发觉自己想试试 听完我说 想试试做音乐 都行不行呢 聊一次之后 看看自己是否适合做都行 无所谓 有兴趣就搜索了我们的QR Code 可以上去报个名字 可以来 见面聊聊天 现在两位的歌曲都很好听 可以了 是先好 麻烦你点赞他们 然后上去Spotify 订阅 麻烦你 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通常都没有 有没有问题 可不可以再讲一些大台主的计划 会否教了 好 大台主的计划 其实是重点在制作 和如何市场 其实我重点在制作方面 因为计划是 希望你自己先有歌 如果带你母歌 想找一个方向去做 也可以研究一下 但是通常参加的人 他都会有歌 那我们就是用做歌的过程 来学会 如何才能做到一个专业的水平 可以放到平台 出去 去售售自己的歌 另外想问一下DON DON DON DON的创作灵感和制作歌 请 我的创作灵感是生活 我会去听更多不同类型的歌 最近我听过一些经典的东西 因为我小时候很少听经典的东西 你听完经典的东西 就写了这样的东西 不是 这个不是经典的东西 这个应该是听一些 Glitch的东西 因为我那时候看了一段影片 是有个人Beatbox 他在那里玩些Glitch 我突然觉得很可爱 其实Beatbox都做不到 我没理由在电脑里做不到 刚才那首歌整个音乐都是他自己做的 整个制作过程都超过两年了 我想你 这首我没有两年 这首我没有两年 真的 这个几个月做了 什么 但你写了两年 也是 Rachel的IJ Rachel and Don 可以讲一下刚才的歌 到你讲了 Rachel 創作过程 到你 这个是丁拉问的 我这首歌呢 其实是 无端端在我的脑里 因为如果大家有仔细听 其实那首歌是一些 奥的Meter 不只是 四四拍 又转一下拍子 其实我一开始 是不想弄一首 转拍子的歌 因为我怕我 製作上 搞不定会很烦 我又不懂打鼓 但是我 之后自己编鼓 就会很麻烦 所以 一开始 其实是不想 作一首Odmeter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melody 就一直 我 就是它 变成了之后 我就不想改变它 所以就 算了 后来 有个melody 之后 我再自己填上手词 然后再一步一步 打那首歌 出来 刚刚表演过 就是acoustic 的 version 所谓说话的层次 这个就是说话的层次 是 因为阿希 常说我唱歌太小 所以要用说话的层次 这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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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刚才的层次 我会由 说回大头主意 project 我会由 音乐制作 至到 其实最重要 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 你无论做这个歌多好 唱得不好 所以我会放很多时间 除了他们制作音乐 要写到一首歌是好听 制作得有水准 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唱 要唱 可以唱到一首歌 可以寄到你自己写的歌 想说那样东西 因为很多时候 他们创作音乐 他们是先写melody 一写melody 才会有一个很强的倾向 跟着的melody 但是无论那些字是怎样都好 就是这个词后才写 写完之后 都是会跟着melody 有时候会出现很多phrasing的问题 怎样可以王燕 周永燕 怎样可以编好自己 没有学过的乐器編曲 首先第一件事 我会推荐你 听一些你想编的东西 这个也是我叫我自己的学生做很多 因为做音乐最重要的东西 其实是这里 就是耳朵 其实通过训练自己的耳朵去做东西 譬如你想编一首R&B 你就找一首R&B回来 我从头到尾抄一次 这个也是我会叫我的学生做的第一个exercise 很多我收的学生 这个exercise 未做完就走了 通常是 因为这个实在是 不是容易做的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这一关过不了的话 就很难可以继续走下去 我会推荐你 你选一首喜欢的歌 整首做一次出来 你就学得最多篇曲 可以分享一下廣东歌歌词 写作的难处和如何处理 你们有没有兴趣回答 你们写歌词 歌词 我觉得其实也是多听一些歌词 你选一个你很欣赏的词人 你看一下他的歌词是怎么写 然后更多留意身边的事物 因为通常歌词不一定是很直白地去说你想说的东西 有时候都要用一些比喻 所以如果你日常生活 看到一些很微细的东西 但是触动到你的 那你就先抹下它 就是你记得有这个inspiration 然后你写歌词的时候 用回来 或者考进来Beat You 去姚辉老师的歌词班 是的 你呢? 我之前会写得久一点 因为很纠结 自己会不会文字功力不好 写字不够漂亮 但后来想通了就是 其实你用一些简单的字 都可以表达到自己 那你表达到自己就够了 另外一样 我觉得自己如果是作曲人的话 那是会有个强一点的edge 因为你写得那些字不合 就找个音咒 是的 好了 去Stella 如果 如现在歌曲的面向 是很容易接触国际 会不会考虑出英文歌 其实我学生里面 有一半的人 是唱英文歌的 那你有兴趣 也可以上我们 大台主的Spotify 或者YouTube Channel 听听听 那他们 是 我非常同意 我觉得现在做 廣东歌好 英文歌好 国语歌好 或者三个炒一叠的都好 其实是没什么所谓的 那你可以 我觉得最重要是 水准做得好 那 现在香港人听的最多是什么 韩文歌 你懂韩文吗 那是 所以我觉得你 广东歌唱得好的话 你在其他地方 真的可以 都不出奇的 或者你直接出英文 或者英文加广东 我其实觉得 format应该没什么关系 我反而是觉得 水平一定要做得够高 这个是最重要 那 上面失败了一个问题 不如说一下 现在如何 为这些歌手 做好市场 令更多人 认识 现在正在做 现在正在做市场 现在正在做市场 其实我们歌手 尽可能通过这些 通过他们的表演 我其实觉得 他们一定要通过多些表演 我们今年开始 其实帮我大台主的歌手 他们每个人都会 自己 普通地去做一些 cover好 原创也好 其实我觉得 一路坚持地 恒常地去做一些 音乐出来 去给自己的followers 去听 是很重要的 这个也是大部分 independent 的音乐人的方法 就是一路恒常地去 上传自己的音乐 去到某个点 如果你真的 可以的话 自然的following 就会 和你 上传的数字 一路一起增长 如果将外国歌 改成广东话词的话 可以联络 其实cover都可以 所以没有问题 这一件事 是可以的 那你喜欢 但是 如果将一首外国歌 改成广东话词的话 可能会有 copyright的问题 不过这个 后话 做得整首歌出来才算 其实我觉得是 那 差不多 我们今天 主持可以出来 打完 将来会否发展 还有画面 会的 我们希望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MV 但是 因为拍MV实在太贵了 我觉得先出歌 因为 你拍一个不漂亮的MV 不如不要拍 那不如先弄个歌词版 现在 那些人听歌 最重要是先听到这首歌 是这样 谢谢 好 很多谢赵先生 很多谢赵珍希先生 Rachel 和Don 今天来到我们 Live文化这个平台 和我们分享了一些 关于广东话制作 以及两位自创的广东歌 都很希望大家 自己都有一些创作的想法 不妨就是 追踪一下大台主 或者我很欣赏他们的 歌曲創作 就可以追踪他们的IG 或者继续留意我们的Live文化 都会带给大家 不同类型的精彩 一些活动 下个星期二 我们就请来 粤剧泰斗 阮兆辉辉教授 和我们说一下粤剧 如何欣赏 再一次 很感谢大家的参与 现在check box 都有一个问卷 是准备了给大家的 如果大家有些 宝贵意见 很希望大家可以 填给我们 今集的时间 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大家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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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